Hi! 3分钟的笔记系列 Simple Circus Example 简单的电路例子 挑战题来的,提一提大家 大家要很熟悉概念才好做理题问题 因为考试屋叫它简单电路,我没办法 其实真的不是很简单 1998年ADFL Paper 2第27题 题目问我们AB的等值电阻 要决定AB这两点的等值电阻 所以我们要知道由A到B电流会经过多少个不同可能的路径 中间穿过什么的折扣 我们才可以决定到电阻是以串联的方式跌跌 还是是并联的方式跌跌 好开始,电流由A点进 第一时间我们会找到三个不同的可能性 A到Q,不是电视就是零电阻 所有电流流经AQ 答案不是,由于电流在Q这点出 它有机会去P经过一个1Ω电阻 有机会去P经过1Ω电阻 也有机会去P经过1Ω电阻 Either way,它也能够 Effectively AQ这条电线 是串联和1Ω电阻 串联in series的方式跌跌 所以我们放心考虑第一个Case A到P经过1Ω电阻 第一条路径 去到P这点,要选择去Q还是B 当然去B,因为PB这条电线零电阻 A到Q,有两个可能性 直接去B,穿过电阻 第二条路径,完成了 或者它回到P,经过电阻 第三条路径 然后去到P这点,又有两个选择 当然选择这条路径 A到B直接有电流 经过2Ω电阻 4条路径 到最后我们发现 这4个电阻 都分别在4个不同可能性 A到B电流会经过的路径上 所以这4个电阻 都是以Inparallel的方式跌跌 他们的A到B等值电阻 是等于他们的Recipital 商家 答案RA到B等于7分之2Ω 希望帮到大家 到B电流会